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百零九面 看一百零九面 第一行 从第三句看起 我把经文念一念 是菩萨修行般若般若密多时 于一切法 不取有 不取非有 不取亦有亦非有 不取非有非非有 于不取亦不取 我们看这一段 这个桌子上有一位同修提了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大家共同有的问题 他问的是 由密宗传承祖司允能承担其弟子之业障 上司担业之后 其弟子业障不分转移 至上司身心一受影响 喝烧感不舍 维持咒片刻了 寻寄康复 此说 佛经师父有据 上司佛言 能感受人身上和身旁五行众生 比如有人悲伤终日 云由悲魔复生 有人嫉妒好胜 云似灵血精怪之书 其弟子跟上司 根思修法持咒 何多何少 亦能感觉 一般人之身口一夜 即身上之五行众生 我等专修敬业 老师念佛 本不杂乱 为因家属有人兴致 在家时常宣熟 至身疑惑 欢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第一个问题 说是上司能够承担弟子的业障 这个说法到蛮像基督教的上帝 你们想想对不对啊 你们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上帝都替你们担当 真是慈悲到了极朴啊 他把你的罪业担当了 那你还有没有罪业吗 你还有没有业障 如果我们业障真的去消除了 我们就赶紧去拜上帝啊 真管用嘛 假如他担当了 我们业障还没消除 这个问题很严重了 他都担当了 我们业障还在 你要晓得什么叫做业障 这个事情你就容易明白了 所谓业 其心动念一切造作 业有善业有我业 我业是障碍 善业也是障碍 障什么呢 障碍我们的真如本心 什么叫真如本心 你要是不懂得 我们讲得前行一点 障碍你的清净心 障碍你的平等心 障碍你的慈悲心 你这个自信啊 本来是真诚的 本来是清净的 本来是平等的 本来是觉悟的 本来是大慈大悲的 你现在这几种都没有了 怎么没有呢 就是你有业障了 如果你的业障消除了 那么这个无中心 立刻就先签了 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心啊 这不是凡夫心啊 你就超凡如甚了 这个上司把我们业障背去之后啊 我们是不是就大车大悟了 是不是就明心见心 是不是就得清净心了 果然如此 那没错 那这个真谛有效 他把我们业障 担出之后 我们还是糊里糊涂 还是是非人物 还是天天高贪嗔吃慢 那你的业障 一点都没下出 这个事情到底是 真的是假的 这不就清楚了 就明白了 所以首先要晓得 什么是业障 消业障这段事情 佛在经论里面 讲的太多了 祝佛菩萨都没有能力 代替你啊 这个事情是要靠你自己 佛菩萨只能把道理 给我们说明 果报给我们说明 你这个业障将来 会变成什么样的果报 善业变现三善道 我一变现三我到 你总出不了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业障造成的 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业障 妄想是最轻的业障 分别是其次 执着是最严重的 你样样执着 所以才有六道轮回 你一切都不执着了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可是你还有分别 你有分别就有舍法界 有声闻 研究 菩萨佛 如果你分别心都没有了 这个舍法界也没有了 舍法界没有了 你才算是真正得到大的果报了 你一切入了一阵法界 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 你到一阵法界了 一阵法界是诸佛菩萨的受用途 那时候才真正叫成佛 真正业障消掉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你说有这些鬼神附身的 是有 这个事情 佛在楞严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楞严经末后 有一卷半的经文 跟我们讲五十种英雄 这个现象 在今天的社会非常普遍 为什么会有 这些无形的妖魔鬼怪 来附身来找你呢 因为你喜欢他嘛 他就找你了嘛 那我不喜欢他 他不来找我 那这是真话 不是假话 你喜欢神通 喜欢感应 喜欢跟妖魔鬼怪 打交道 他就来了 他来的时候容易 你要叫他去 可就难了 那就不容易了 所以这些 佛经里面讲 这是群血 对这一类众生 我们的态度应当是 敬而远之 为什么恭敬他呢 他是众生 他也有佛心 所以我们对他 我们尊敬他 我们不要亲近他 不要跟他往来 什么事都没有 这个妖魔鬼怪附身 是十有其次 这个不是假的 决定不要去惹他们 这个是很大的麻烦 我都遇到很多同修 赵魔之后 这一般将神经分裂 带神经病 那赵魔 又没有办法挽救 我没法死 这是真的 非常非常困难 特别是学密宗 学这个禅宗 因为密宗跟广神 归神往来的机会 非常密切 咒语里面 差不多一大部分 都是鬼神的名号 你念就把它念来了 我们念佛人 只亲近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我们绝不念他 这个就是平平安安的 你这个一生就没事情了 希望同修们 要特别留意 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 与这个也有关系 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 般若波罗蜜多前面说的很多 用最前线的话来说 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主要是有智慧 主要是有智慧的智慧 一切法 唯有智慧才能解决 大家要记住 神通不能解决 智慧才能解决 你只要开智慧了 你自然就有神通 神通是附带的 所以佛教界弟子 不要求神通 求神通容易走偏差 叫你求定求慧 定慧里面自自然然的 有这个能力现行 能力虽然现行 也不要智慧 也不要生欢喜喜 没有什么了不起 本能 是一切众生 本有的能力 你本来有的能力 射掉了 现在恢复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那么修说 究竟圆满智慧的时候 这里交给我们的纲领 这个纲领就是 两边不住 历四句 绝不非 此地讲的是四句 这个四句 所以不非 非就是错误 不是个比喻 所有一切 错误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根与你 就是这四句 你要把这个四句 写掉了 就是 所有一切故事的根 就挂掉了 你圆满智慧才能写起 那么这四句呢 是 与一切伐 这一句是 灌下去的 一切伐是指的 世间法 世间法 我们在经上听到了 这是虚妄的呀 难道佛法也是虚妄的吗 对的 佛法也不是真实的 金刚经上说的很清楚 法上印是 侯宽非法 那个法是指 佛法 为什么佛法 也要谁呢 佛法也是应云所生的 凡是云生之法 佛说了 当体皆空 了不可等 你要是 取向 着向 那你就错了 所以这个一切法里面 包括的范围 非常之广 在一切法里面 不取有 取 就是执着 你看 十二英年里面 爱 取 有 这教个我们 怎么样去断呢 不取 有 不执着 有 为什么呢 有是假有 不是真有 有是暂时的有 不是永恒的有 实实在在的 状况啊 是了不可等 事出世间法 都不可等 金刚经商 比喻做 梦幻泡影 事出世间法 都是梦幻泡影 所以 所以向 好像是有 体 你要明白 体 那个向 有 也是 假有 不是真有 所以佛经里面 叫做 妙有 什么是妙有呢 有而 非有 非有而有啊 这个有就叫妙有啊 你了解真相啊 自自然然 你就不去执着它了 甚至 你分别都不要去分别 你在这个 一切幻象里面 你可以受用 你很自在 一切随遍 没有丝毫意识在 这一点要懂 真正修行 这个修行 在哪里修 就是在 日常生活当中啊 日常生活当中 能随一切 也 不加一丝毫的意思 你过的这个生活 是诸佛菩萨的生活 凡复在日常生活呢 一定我要怎么做法 我想怎么做法 这一要一想 就去了 油 是色相 你就取了这个 取了色相了 非有 是空相 你看凡夫 不是做油 就是做空啊 不够的